那準備了一些音樂錄片之後 接著來 下一個步驟是怎樣的呢 通常來說那些音樂錄片大約十秒鐘 然後你就要把它放在快、慢和不同的類型 你classify 它在不同的 folder 裡面 然後你就用 software 我想說我用 software 但是有很多人未必是用同一種 software 有些人只是用DVD player 或者是鏡頭 通常你都要用一個混合器 有一個很出名的、很流行的混合器 叫做V4 是Adderall做的 它可以拿四個進入就出一個出發 譬如一個很簡單的 很多人就會用一個機器 譬如我這樣 我用一個機器 我的機器是在輸入一個軟件 已經可以混合器 接著我就插進去進入第一 進入第二就是我有一些DVD 我可以插進DVD player 接著第三可以是Live的 我有一個鏡頭 譬如在派對裡面 我可以拍攝那些人在跳舞 我可以進入去Live 接著在那四個裡面 我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混合 有一個混合器 我看到的混合器 其實我和DJ都很相似 因為它好像可以用手感應 就是用手的方式去做 對嗎? 有很多種不同的 剛剛說的V4 其實只可以混合兩個 譬如你可以左或右 或者放不同的效果 有些是插進一個MIDI的Player 你按一個按鈕 它就會有另外的效果 按一個按鈕 就會有另外的效果 就會有另外的效果 有些人 譬如那個設定很簡單 他連那些也沒有 全部都在現件裡做 你會看到那個人不斷按鈕 其實就在做一些效果 那會不會說 我們所謂的積極性發揮 有時候你跟著音樂的感覺去做這些 如果你已經設定了的話 那它會不會有限量 就是沒有可能 聽著音樂再去設定你的步驟 即那個速度 我的速度可以改變 可以改變的 跟DJ一樣 譬如有一首歌是132BPM 即是這麼快 每一個beat per minute 但跟VJ一樣 甚至有些延遲的設定 你把DJ的音樂入口 整進去混合器裡 你可以跟它一模一樣 這麼快 即是一聲 是一聲 那你告訴我 你做VJ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感受 你的意思是 我喜不喜歡做 是的 我通常去的時候 就覺得很多東西要準備 但去到的時候 聽到音樂 就自然好像想跳一下跳一下 然後在那裡玩個video 很好玩 即是很多時候 其實時間過得都不覺得好 即是很快 即是很享受 很享受 其實我也覺得VJ 的確是 跟DJ在一起 就可以給了很多氣氛 給個party 好的 很感謝你今天我們的賽訪為止 希望你做VJ越做越好 謝謝 謝謝